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长一下子精神起来 想着终于能够立功升官 立马带着手下前往案发现场 对刚刚抬出来的女人进行验尸 趁机占点便宜 没想到女人只是晕了过去 真正的死者还在里面 她走进屋内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具女尸 头背大夹子狠狠夹住 前方则掉了个年轻男性 而厨房还有一具尸体 三人无人例外 浑身都是血迹 在检查尸体时 她发现了一枚戒指 而女士身上也有线索 根据这仅有的线索 所长将村里所有的男性喊来 让他们自我奉献 村民们不情愿 这是一个美丽的女人走了进来 她名叫阿秀 是来领出车祸而死的丈夫尸体的 而在那群男村民里 有个鹤立鸡群的男人紧盯着阿秀的身影 目送她远去 所长没将这点小事放在心上 想到一个办法 最后 带着男村民们的奉献之物前去化验 总算得到了一个结果 村里一个叫阿军的男人有很大的嫌疑 并且得了美毒 跟女士身上的线索吻合 所长立马带着小莲前往诊所 让女孩将人引走 她则快速在屋内翻找起来 在桌子上发现了一堆病历卡 从里面看到了阿秀的名字 她将那张病历卡收起来 喊小莲离开 然后第一时间逮捕阿军 阿军正跟女人做那事 听到怀疑她杀人 声称不是自己做的 却转身就跑 不小心从房顶跌了下去 变成了残废 所长赶紧将她送进医院 喊心念念的她的口供 竟然睁开眼睛 急切地上前询问 可什么也没问到 她恨不得打人一顿 无奈地出了病房 手下找了过来 约她出去庆祝 两人正说着笑着 所长看到了阿秀 对方静止进入阿军的病房 她赶紧跟上去 看到女人将一枚镯子放到了被子上 在对方出来前 她扭头跟手下聊起了天 阿秀看了人一眼 准备推丈夫离开 一只胳膊从白布下垂出来 露出上面的戒指 所长瞪大眼睛 想起自己在案发现场捡到的戒指 两枚一模一样 心里有了打算 等阿秀丈夫下葬那天 所长找到阿秀 女人正一脸麻木为丈夫烧纸 看到所长掏出戒指 她毫不在意地拿起来套在自己的手指上 上面还戴了一个 随后 阿秀给所长讲了一个故事 一个貌美女人的悲惨经历 阿秀与丈夫健哥是一对恩爱夫妻 却一直没有孩子 因为这件事 夫妻俩的心情都很苦闷 这天两人来到南方散心 阿秀看着面色不好的男人 尚且安慰她 两人一时浓情蜜意 却忘记开车虚谨慎 健哥一抬头看到路中央有两个孩子 联盟猛打方向盘 从一旁的捧物穿了过去 一个凶神恶煞的男人骂骂咧出来 为了平息风波 健哥打算赔钱了事 没想到那个男人拿了钱 还想继续勒索 健哥不肯 这时阿军骑车路过看到对峙的双方 了解事情经过后 提议报警处理 那男人一下烟了 气急败坏地离开 虽然事情解决了 但车子却坏了 阿军便提议去他那住一晚 再回来修车 健哥答应了 两个男人喝酒吃菜 仿佛遇到了知己 一见如故 阿秀在一旁笑着看两人 等他们结束后 他将丈夫扶回床上 准备去拿条毛巾 男人拉住他的手将人反压到床上 进行到一半 健哥却停下了动作 无助地倒在床上 原来因为打仗受伤 他失去生育能力 一想到这 男人就很痛苦 阿秀赶紧劝他 两人相依躺下 在男人睡着后 他出门为自己擦洗 抒发未尽的欲望 阿军出来时 恰巧看到他 女人的夜里让他一不开目光 一直盯完全程 阿秀发现 不远处的男人 羞地跑回了屋 第二天他出门打水 看到过来的阿军 慌乱地打翻水盆 健哥听到动静从屋内出来 得知车子坏了 还需再住一晚 三人便去赶集 殊不知 一个男人默默盯上了他们 他就是之前起冲突的那人 名叫洪镇 是镇上的屠夫 为人阴狠毒辣 看着其乐融融的三人 寻思着报仇 毫不知情的三人晚上在院子里烧烤 酒过三旬 健哥喝醉了 为爹壮壮回屋休息 留下阿秀和阿军在外面 因为昨晚的事 阿秀些尴尬 匆匆忙忙回屋 阿军看着未烧尽的炭火跑去取水 却无意间撞见阿秀洗澡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 被健哥发现 对方将他带到一旁 还请他帮一个忙 阿军本就心虚 一听更是义不容辞 没想到 对方竟让他跟阿秀生孩子 阿军大吃一惊 本不想答应的他 在钱财和美色的诱惑下 还是同意了 三人完成了交易 故事讲到这里 所长拍手叫好 期待接下来的发展 阿秀便继续讲述 那晚之后 三人之间的气氛变得怪异起来 虽然说是密码标价的交易 但情感这件事却难以预料 阿军喜欢上了阿秀 贱女人独自洗碗 他将传家的手镯拿出来送给阿秀 可对方拒绝了他 还口口声声都是健哥 愤怒的阿军抓住人 将人带到楼梯处 强行占有他 阿秀也从一开始的强硬拒绝 逐渐沉沦在欲望之中 健哥回来后 看到两人的模样 痛苦地蹲下去 没想到还有两人在偷窥 伴随着拍照声 一盆水泼了下来 来认识洪振父子俩 阿军上前去抢胶卷 却被两人打了一顿 直接打晕了过去 父子俩又将阿秀抓过来 向他勒索两万块 没有就拿身体来还 健哥闯了进来 抱住害怕的老婆 假借报警威胁两人离开 没想到洪振更高兴了 狮子大开口 索要二十万封口费 一下涨了十倍 但这种事不能让外人知道 没办法 健哥只好同意 但他身上没那么多钱 与洪振商量回去拿钱 没想到 小洪将阿秀抢走 要看到钱 才会将人放回来 最后几人约定 在两个星期内 一手交钱 一手交人 令他没想到的是 洪振嘴上说着 将阿秀当贵宾来对待 回到家后 却见色起义 父子俩一拍即合 就要去找阿秀 却被洪大嫂堵了回去 洪大嫂随后来到阿秀身边 关切地看着她 诉说自己的难处 又保证 不会让她受到伤害 阿秀十分感动 当晚洪振父子俩 悄悄留进阿秀的房间 一脸尖笑 阿秀听到动静醒来 害怕地躲在墙角 大喊着让两人离开 手以悄悄摸上枕下的剪刀 将过来的洪振划伤 小洪还不死心 洪大嫂过来了 一掌拍上了儿子的头 将人赶出去 阿秀以为见到了救星 可谁知 这女人人面兽心 骗过剪刀后 立马露出真面目 任由父子俩去糟蹋人 阿秀不可置信地看着女人 她想要逃跑 可一个弱女子怎么跑得过两个人 她被小洪抓住 压到了床上 洪振爽过后 阿秀看着逼近的小洪 抓起柜子上的闹钟 将人打伤 飞快地向外逃去 可洪大嫂躲在客厅 一巴掌将她扇倒在地 又指挥父子俩将阿秀带到厨房 用水管冲击她的身体 阿秀仇恨地看着他们 洪大嫂却不以为意 还拿间隔的生命来威胁她 最后三人将阿秀留在原地 得意地离开 故事听到这 所长嚎啕大哭起来 手上的手帕都拧出了水 阿秀又继续讲述起来 没过多久 建哥拿钱回来接老婆 并询问自己老婆的情况 洪振从容不迫地数着钱 洪大嫂则将人带出来 夫妻俩一见面 立马紧紧抱在一起 建哥发现阿秀瘦了 不满地质问起来 洪家夫妻俩随便编了个理由 建哥在拿到照片后 带着老婆离开了 一出门 阿秀就肤腔吐了 两人去了诊所 得知阿秀怀孕 建哥十分开心 虽过程曲折了点 但最想得到的结果 还是有了 建哥急切地询问 各种注意事项 医生却打发他去拿药 男人走后 阿秀得知了一个 晴天霹雳的消息 他竟染上了梅毒 并且有可能传染给孩子 唯一的解决方法 就是重新怀孕 希望许久得了 这么一个结果 女人心思重重 跟着建哥来到宾馆 想说出实情 可看着丈夫那期待的模样 他实在说不出口 晚上阿秀迟迟不能入眠 他突然想吐 看着镜中的自己 心意狠 自己捅了自己 雪花花流下 阿秀死死咬住嘴里的毛巾 溢出的痛呼声 全部被水声掩盖 等建哥找来 一切已经迟了 得知来龙去脉的男人 愤怒地跑去红家 将红镇父子俩狠狠揍了一顿 因他手中有枪 两人只能挨打 建哥想杀掉他们偿命 没想到 红大嫂拿着斧头出来 砍伤了他 没了威胁 红镇一跃而起 他与红大嫂对视一眼 决定先下手围墙 杀掉建哥 当晚三人带着 伤痕累累的男人 来到公路上 趁大车路过时 将人推了出去 建哥就这么被撞死了 阿秀在停尸间见到建哥 看着身上的血痕 恨意占据了全心 他一脸麻木地看着阿军 想请他帮自己报仇 男人却有些犹豫 他只想带女人回去 重新组建新家庭 但最后还是答应了 阿秀则复出自己的身体 所长以为知道了真凶 十分得意 阿秀却否定了他 原来那晚 何俊留下镯子悄悄离开了 女人根本没睡 他睁开眼睛 决心自己去复仇 在一个雷雨天 喝醉的小红回到家 在门口看到了一个美女 色迷心窍地跟路过去 却踩中地上的钉板 阿秀拿着刀砍了他好几刀 看见男人爬走 他不紧不慢跟上去 勒声阵阵 遮挡住小红的求救声 夫妻俩在污嫩玩闹 根本没注意到门口的儿子 阿秀追到门口 将男人砍死 随后清理门上的血迹 敲向了门 红阵出来 就看到掉在外面的儿子 大吃一惊 赶紧扑上去 脚踩中地上的大夹子 男人痛叫出声 坐到地上 阿秀挟持着红大嫂出来 干脆利落抹了脖子 又去砍红阵 男人一脚将他踹飞出去 用力掰开夹子 然后冲上去 将阿秀扔到厨房 阿秀摸索到一旁的主管 捅进男人那里 红阵疼痛男人 掐住女人的脖子 迫使他松手 打算杀死他长命 阿秀奋力挣扎 两人倒在地上 红阵用力拔出主管 而阿秀抱起烧的滚烫的锅 砸到男人头上 阿秀挣扎着摸到镰刀 插进男人的脖子 杀掉了他 最后步履蹒跚地走出厨房 没想到 红大嫂还未死透 拿着绳子勒住阿秀 阿秀用力蹬了下墙面 两人同时倒地 红大嫂的头落到了夹子上 就这么被夹死了 阿秀做完最后一点布置 交货给阿军 终于为剑哥报了仇 故事也讲到了结尾 阿秀正准备说出 自己就是凶手 所长自然也猜了出来 他放了阿秀 正要离开 却见阿秀抱着牌位 跳下了悬崖 定到这里就结束了 相比于第一部来说 本片制作更为精良 叙事手法也很有看点 让观众随着凶手的讲述 身临其境 先以后扬 最后红家三口的结局 着实大快人心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看原片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点击订阅师姐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